可是呢 他的feel 还有他的感受 其实呢 跟500一样 都非常的相土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完装酱油的副总经理 庄伟中 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大家好 我是伟中 你好久没有来了耶 对对 我已经 上次看到你是什么时候 去年 去年吗 你们要不是有P.D.付带戏 要不是有P.D.付带戏 我今天其实还 还邀不到庄伟中副总 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听到朋友一定觉得很好笑 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今天讲到完装酱油 还讲到的是霹雳布袋系 来给先大家看一下立牌 好我们来给大家 如果大家有追上YouTube的话 来先给你们吊一下胃口 立牌是什么 立牌其实是一个素环针 而且这素环针是一个紫色的素环针 好可爱对不对 可是素环针居然跟完装酱油做联名 而且我听说 这是台湾第一瓶布袋系英雄酱油上市 而且你们一开始只有几瓶 你不要吓我 两千 只有两千瓶 限量第一瓶 你们赶快去抢 抢不到了 副总你们为什么会做布袋系酱油 我们瑞雅姐知道我们是从云林来的 对 布袋系也是 布袋系是云林 布袋系是云林的 我们在云林的塞雷 在西螺 那布袋系其实在云林的胡吻那边 所以我们其实算是同源 其实在好阵子以前吧 大概可能一年多以前 那个时候有一个机会跟他们PT的人有接触到 聊天 但其实我们其实是完全没有相关的两个产业 我们做酱油他们做IP做文化 对 对 所以完全没有相关的两个产业的人就聊啊聊啊聊啊 就聊到说 那我们是不是一起可以做一个什么事情这样子 可是我要先问一下为中副总 我觉得我是都市人 我其实从小都是住在 小时候住在三重啊 可是布袋系对我来讲 都是电视里 我可以这样讲对不对 我小时候也是 难道布袋系不是在生活里吗 以前在生活里啊 可是我我也我也没有很大也没有很小 所以其实在我小时候 我就是看也是会看布袋系在电视上面 对啊 对啊 尤其是那个实验文啊 素养文 对啊 尤其是哈北人气 就这些其实对我来讲都是电视里的 可是因为我为什么会这样问副总 是因为我有一些朋友 住在南部 中南部 然后呢 我也曾经看过布袋系是他们的生活 因为野台系就在他们家的庙 就等于是这些活动很多啊 所以我才会想问你说 在云林是不是比较容易在路边看到霹雳布袋系 其实哦 其实我 他们那个 应该说布袋系的起源跟发源 也有 其实也跟我们的西罗的戏曲有关系 在我们西罗的这个 西罗镇上 在我们东市场如果听众朋友去过 西罗有一个那个严炳老街 嗯 那严炳老街旁边有一个东市场 东市场有一个这个这个地方 他就是 以前都会在那边听一些南北馆 有我有去学过耶 哦 我有去学过北馆 哈哈哈 因为他也是一个观光行程耶 哦真的吗 对啊 我记得应该是在 对应该是在云林这边 对 所以以前第一代他们布袋系这个黄海带吧 黄海带吧 他那个时候就在那边做这个 我们那一代是黄俊雄嘛 我记得是黄俊雄 对 因为已经好多代了 对 他们现在的已经最年轻的 那个还不到四十岁 嗯哼 已经第五代了 哦所以跟你洽谈的是第五代 他们那个generation的 嗯哼 当然他们其实第四代第五代都在 嗯哼 所以他们其实是发展出好几个分支了 对不对 对 因为我刚才就忍不住要问副总 我说霹梨布袋系 我那个年代是叫霹梨吗 不是不是 那个时候刚刚那个瑞雅学有提到说什么 什么实验文啊 对啊 黑白龙棍 黑白龙棍 这个就是属于金光布袋系 毕雕啦 毕雕 我记得最可怜的就是毕雕 毕雕就有一点 金光 金光布袋系 对不对 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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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到后来 到现在这个是后来才有他们这个霹梨布袋系 嗯 所以这个已经算是两代两个分支了 而且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 很小的时候 应该是我的大哥跟我大姐 他们在独幼稚园的时候 两个人忽然间失踪了 我们那时候住在三重 我还记得因为我没有印象 可是我爸爸妈妈经常会把这个故事拿出来讲 就两个人上学的时候忽然间失踪了 就等于是幼儿车来接 接完了之后接到幼稚园去 可是两个人不见了 那个时候还出动了三重派出所的所有的警察出去找 就是找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家在三重开蝶工厂 大家都以为两个小孩被绑架 结果呢 结果是我姐姐跟我哥哥溜回家看布袋系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趟广告再回到节目现场 你看布袋系是几年的时候 你觉得很疯 我55年次嘛 然后我记得我哥哥我姐姐 一个是52一个是53嘛 你看他们幼稚园的时候溜回来 然后我还听说就是因为布袋系太热门 他们有他们就规定不能播 197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第一部云州大陆下 云州就是实验文 我听说之后是被现播 之后我听到有一个新闻就是 因为太多人生活受到影响 有有有有 1974年的国民党以这个妨碍农务工作的作息 因为正常生活都被打扰乱啊 停播 对啊 好来 然后第二段五分半哦 好准备了 三二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玩庄酱油的副总经理 庄伟中来跟大家介绍 玩庄酱油与霹雳布袋系 联名所出的 这个叫做什么英雄酱油 可是听众朋友 你们现在观点是在酱油 可是我等一下扫公仔给你们看 我觉得公仔才是重点哦 可是呢 那在讲玩庄酱油的这段合作的经历之前 先来聊聊大家对于布袋系的想法了 我刚刚有讲说我的哥哥我的姐姐失踪了 然后呢大家都以为他们被绑架了 因为那时候我们在三重开铁工厂还小有名气 就发现两个人躲在二楼看电视 就是要看布袋系 而且我印象中也有 有一段时间布袋系是被现播 对不对 因为会影响生活作息啊 小孩都不读书了 是不是 那个时候我看过一个资料在差不多1974年 那个时候我还没出生 所以你哪有金光布袋系 你是霹雳布袋系啦 没有没有那个时候还有继续播 因为老师 他有停播之后 他有继续播 有再继续复播啊 因为大家的反弹声量太大了 还有现在大家看布袋系很简单 因为布袋系本身就有一个电视台嘛 对不对 我有一个同学好爱看布袋系跟歌仔系 听众朋友他是流美的 我记得那个时候他跟我讲说 他都要固定看这个的时候 我都有一点傻眼 我说你不是喝过洋墨水吗 可是这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他喜欢 那所以呢副总 对于你来讲 布袋系也陪你一直长大吗 在云里 当然 没有 我等一下 金光跟霹雳啊 我其实从小长大是在台北 所以你跟我一样是都市人嘛 我是假云林人 哦 难怪我刚才在问副总说 布袋系是不是云林人的日常 对不对 日常 对 这个问题呢 这个应该说是台湾人的日常 台湾人的日常 对对 很亲近 我也觉得很棒 可是呢 好 我们今天呢 就来聊一下他们的联名 你在讲说是有一段 有一个机会跟着 霹雳布袋系的第四代或第五代吧 对 他们公共自然在聊 然后后来 后来聊聊聊 就觉得说 我们应该要做个结合 那那个时候刚开始 想说 那 这个要做什么 那这个跟这个 我们两边 没有什么关联的 导游啦 现在如果大家有看YouTube 就有看到 一罐导游啦 Purple色的哦 Purple色的导游哦 其实讲真的 那个时候 我对布袋系的观念 我觉得跟绿小姐 可能也差不多 当时我们在聊的时候 那后来 其实这个 这个布袋系 我们 我一直都知道是 我们台湾的 等一种的文化 这个 然后 可是 这是在以前 那在 在近几年 其实我也都 三不五十有 你会觉得说 有接触到 嗯 那会觉得说 他们现在的 做法跟 画面 已经跟以往都不一样 他们也很时髦啊 很时髦 超级时髦的 对呀 他们好时髦 然后像我 我有一次 到他们虎伟的 拍摄的片场 就是 有机会去参观了 那个完全就是 你会觉得是在 真的是在拍戏 只不过 那个主角是 人偶 他们的特技好多 你知道一个 演戏的人偶 有多大致吗 差不多是这样子 哦 他这样拉起来 大概有九十公 六十 九十 八十 九十 对对对 他们有这么 这么高的人偶 他要操纵这个人偶啊 对他会操纵这个人偶啊 然后有很多的特效 然后后来 不是像以前 小时候的长东西啦 不是那是长东西的感觉 以前是就是一个 好像一个手套 有没有 对 就在手上 因为他动的 比较大之后 他可以做更多的 表情跟动作 尤其是眼部的表情 精密的 手的 对不对 对对对 那他们 其实今年 今年会出一部 出一部戏 应该是今年吧 我已经先 先给他透露 给他破梗 是什么戏 他们会出一个戏叫 素环真 素环真 的电影 等一下 就是我们今天 完装酱油里面的 这个主角 素环真 这个是他们 霹雳布袋戏的主角 刚刚瑞瓦姐 前面有提到 有什么实验文 对 实验文是这个 金光布袋戏的 第一男主角 对 那霹雳布袋戏的 第一男主角 就叫 就是他 就是这一次的 酱油的主角 对不对 还有呢 刚刚呢 庄副总呢 走到我们 这个录音室里面 来的时候 我看他只拿到 素环真 我跟我们家制作人 立文都有同样的疑问 其他的呢 就 其他的呢 难道只出一支 素环真 不会 你是不是希望把你们家 如果你是那个 布袋戏偶迷的话 你会希望把这些东西 都收集全了吗 所以我们也觉得 要这样子 因为这个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一个 不是只是我们的 光是做酱油 我是做酱油的 那我们觉得说 既然要跟一个 另外一个产业文化 做结合 就要很到位 那我就要也让 因为这个是 粉粉相加 对 我们有完装粉 他们有皮力粉 皮力粉 完装粉 皮力粉 所以 所以怎么要 也要满足这个 皮力粉的 好像心理的需求 我怎么可以 只有素环真 其实他有很多角色 很多角色 他们有很多 不同的设定 大家都很喜欢 好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下一阶段呢 副总就要直接开了 他会直接开酱油 也会直接开公仔 给大家看 这只真的做得很精美 可是就超级美食家而言 我更关心的是 到底素环真的瓶子里面 装的是什么酱油 休息一下 来回来 我好像底倒油 里面装的酱油也很好吃 而且里面装的酱油 也跟这个角色设定有关系 副总你不能离麦克风 来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听众朋友看霹雳布袋戏 听众朋友使用完装酱油 有想过有一天 这两个会结合在一瓶里面吗 先扫给大家看 完装酱油 在第一批限量多少 限量多少 限量两千瓶 两千瓶 两千瓶的霹雳英雄酱油 今天在我们中广直接开箱 直接开箱 我们等一下来了 这罐豆油 因为刚刚其实就有在问副总 今天既然是素环珍 素环珍应该是霹雳布袋戏最大咖 对不对 对男主角 男主角最大咖 那到底你们要怎么样做出 这个最大咖的酱油呢 英雄酱油到底是什么酱油 既然是英雄酱油 他就有英雄的气魄跟灵魂 所以素环珍 我也是因为跟他们这个霹雳合作的时候开始了解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什么个性 素环珍什么个性 我发现他是能文能武 应该说应该不是十八般武艺 所以他就是一个这样的角色 我问你他会是实验文转世吗 没有 也不是 他们是两个不同 因为实验文比较有个性对不对 不对 实验文叫如舟大文侠嘛 是这样的吗 什么 如舟大文侠 我记得是这样的 差点讲到文族了 对啊 所以个性是不一样的哦 这个实验文我就不知道 那素环珍的他他的个性就是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又是很世界的中心 宇宙的中心 很有意气 很有豪气 然后又带有这个又会讲讲他又会支出达理 能文能武的一个角色 他实在长得很帅耶 那你现在看到的是这个 好帅 文的实验文 这是立牌的实验文啊 对 我刚刚提到 等一下大概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小公仔 什么大概 现在就要看一下 打开来了啦 他做了一个很可爱的素环珍的小公仔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一次的这个都是以紫色为主 对 以紫色为主 这个是他们最新的 刀说艺术的这个版本的实验文 所以等于是他们其实有按照不一样的剧情 有不一样的装扮 他也会穿不同的衣服跟服务 所以这次是最新的紫色的 最新的造型 最新造型 然后他们8月19号 其实刚刚也才上了一档 叫做刀出艺术之蝶龙 蝶舞之乱 所以这个蝶龙之乱 所以这个是他们最新刚刚才上市的造型 所以等于是富州 你猜公仔给我看 我刚刚本来很意外 意外的原因是因为我以为这公仔 里面是酱油 王若瑶其实想的都是用品 然后想的都是 这是不是桌上品 然后我就拿起来 我把它摇一摇 副总就笑了 副总说你到底在干嘛呢 人家其实公仔是收藏的 是要摆着看的 这个公仔这真的是我现在才开箱 你也还没有开箱 有有有我当然已经有了 只不过这个是为了要上节目 我们给大家做开箱文 来哦等一下 为什么这公仔的两边有两个东西 两个小配件是什么 这公仔做的好可爱 我要近拍给大家看 听众朋友如果有上YouTube的话 就可以看到紫色的这个束环针 公仔好可爱 我把它拿出来了 他这个 为什么他还有他的剑吗 还是什么 他有道具啊 他的武器 哎呦 这个公仔要很小心哦 大家收藏这个东西 等于是2000瓶酱油就有2000个公仔吗 还是没有 没有啦 没有 公仔酱油是两回事 真的假的 所以我不是买酱油有公仔哦 我本来很高兴 我重点都画歪了 听众朋友 对对对对 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什么呢 所以等于是公仔 我要怎么样得到公仔 得到公仔的话 要另外 请恰霹雳 要请恰霹雳 所以公仔不是跟着酱油一起跑哦 不过现在我们跟霹雳正在割化一个活动 就是说酱油跟这个 他这个造型的公仔的搭配 哦很好 可是我在讲 有桌上型的素环针 你会同意吗 你会同意吗 桌上型的酱油素环针 你看我刚才在讲这个的时候 我们家气质力文说 你希望他头顶冒雪吗 因为倒酱油的感觉 很像会冒雪 可是我不会啊 我觉得很实用很棒啊 小孩子就会更想要吃饭 吃酱油 我这样讲对不对 对对对 我可以这样讲吗 你在干嘛 你在给他煮 我在组装他 刚刚有两个配件在旁边哦 他现在正在组装配件哦 大家如果有追上YouTube的话 一定嗨死了 公仔迷一定嗨死了 他做得很漂亮 我知道了 一边是素环针的刀子 对不对 一边是他的佛城吗 对 给你碎里哦 你不要把它弄坏了 你弄坏我会恨 站着 好 站着 你要站上面 站上面 站在酱油上面给大家看 等一下 好 要给他挂好 来 怎么一直掉下来啊 嗯哼 还有啦 那个什么副总 先站上来给他 这个佛城 等一下 往旁边一点 哦就是这样啦 水档档哎 哎 等一下 我刚才要问一下副总 所以等于是我这波抢到酱油 抢不到这个公仔 我们现在已经在跟PV那边 在一同在共同计划 因为这个公仔会造成暴动哦 这个酱油跟公仔的搭配 嗯 就是说你一组 你一次买多少瓶的酱油 我们就会搭配一个公仔 哦 听众朋友 我来把玩下这个公仔 因为呢 嗯 好 等一下 我们让副总 而且你有没有觉得说 当你在看到这瓶公仔 你又同时在喝这个酱油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啊 所以我才建议你们一定要做桌上瓶啊 素环针 就等于是把这个公仔的这个实用性 更加提升啊 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 好美哦 哎 我发现素环针啊 变成公仔的样子 更可爱 这个 这个有的时候 其实这个就是一种文创 而且它的衣服做的很真耶 它不是做的很粗糟 我偷摸一下好不好 偷摸一下啊 我偷摸一下 哎 它这个公仔做的很细致 听众朋友 好美哦 本来不是这个皮粒米的人也都会喜欢 对 对 没错 这是要给我的吗 对 好 送给你 我直接在这里要公仔 搞不好很难了 你知道 在这里要到时候在网路上到时候大家先起竞标了 好了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因为呢 等一下要来讲 到底到底是这个酱油 素环针 霹雳布袋系的这个酱油 王若瑶都不专心讲话 因为我要帮他掉东西 到底里面到底要装什么酱油 才可以符合所谓的素环针的本质 或者是大家所喜欢的霹雳布袋系的状态 我们要休息一下再回来哦 我知道了 它这个其实是要这样勾 挂在那个手手上 它是要挂上去 可是你要很小心哦 我要给听众朋友看 你看 它做这么细耶 我们最近刚刚 因为这个上的通路有限 因为这塑料有限嘛 所以我们上的通路只在成品 好在哪里卖 先讲 大家先讲 这支 因为现在是广告的时间嘛 对 等一下 不广告时间也可以讲啊 在成品 对啊 在成品还有霹雳的 官网 直营门市 你们家呢 我们家也有直营门市 你们家有卖吗 直营门市 然后还有在网路上 好来 等一下 这个可以讲 我是王润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听众朋友听到王润瑶的声音 都高亢起来了 因为今天在现场我们邀请到的是 我都没有关心他 我都在玩我手上的公仔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玩庄酱油的副总经理 庄伟忠 他带来了最新玩庄出品的东西 是跟霹雳布袋系 两个联名所出的素环针酱油 这知识英雄酱油 然后你好好玩啊 我正在玩这个公仔的时候 你怎么又拿出一张让大家会嗨的东西呢 这是什么 居然有一张卡片 这是3D霹雳的这种激战天下 你怎么都有从这里摸出来啊 你看这里面就介绍素环针 他这里面介绍素环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处事圆融有度 真的啊 就是我刚刚讲的啊 就是你讲的这个人物啊 就是他 对不对 这个就是接下来我们要提到 这个里面是什么样的 那你先把它念出来 把他的这个官方的介绍 是什么 素环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处事圆融有度 学士涵养丰富 有些为致富 在面对各种冲突的时候 总是能够以幽默智慧化解危机 为了武林大义 无故自身 劳心劳力奔走各方 也让武林这种为风险的精神令人敬畏 在因缘计会 在因缘计会下 得到千年的这个 我的眼睛不太好啊 你儿子很小 我都叫你副总啊 也千年的机遇 然后就开启了一串奇幻又华丽的这个狭义故事 等一下素环针有女朋友吗 素环针其实有耶 她有爱人 有爱人 有爱人 我希望下一只可以出现 还是我们听众说 你下一只想要看到谁 你想要看到谁 想要看到谁 我们就来出谁 想要看到谁 所以等于是你按照她的人物特质 做了这只酱油 做了这只酱油 挑选了这只酱油 对 你挑选的是什么酱油 可以装在这只紫色的瓶子里面 因为刚刚我 因为我后来也认识了素环针 素环针本人 所以我就觉得她是一个能文能武 然后这个八面玲珑的一个角色 天地之间 天地的平衡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个适合我们的一个 以原料来讲 它是符合硬跟阳 阴阳协调就是好像我们的原料里面有黑豆 有黄豆 我懂了 黑豆黄豆 然后这只酱油是我们的这个用纯黑豆跟纯黄豆 整颗的黑豆跟整颗的黄豆 原力啦 都是原力 一片对不对 对 不是豆婆 是玩大豆跟玩黑豆 分开酿造 分开酿造完之后 都是手工酿造 分开酿造完之后 然后再把它组合调调和去去找出一个最平衡比例的一个酱油 所以这只并不是现成有的酱油交选放进去的 是我们当然我们有很多不同的配方 那我们找一个我们的配方去做微调 因为你们家做酱油好厉害 你们家做酱油听众朋友刚才有听到对不对 他们家其实有全豆 然后他们家有分黑跟黄 然后也可以混合 也有豆卖 什么都有 你们家我要提醒大家 他们家有一家鰻鱼店 叫什么名字 叫小仓屋 叫小仓屋的鰻鱼店 在国父纪念馆的对面 就是捷运国父纪念馆站的那一边 对不对 二号出口 他们当初就是因为调出了好的酱油 才可以迎接好的鰻鱼饭 好的葡萄酱 对 好的可以做好的酱 好的酱汁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完装酱油本身就有调制各式各样酱料的能力 对对对对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原理 我们刚刚就有提到的 不管是黑豆啊 然后有有完大豆啊 然后有黄豆小麦啊 我们应该是这个酱油厂里面这个 这个极少数拥有这么多不同原料做酱汁的一个酱油厂 所以我们可以变换出这个非常非常多种的配方 而且他们家还是老酱油厂 刚才告诉你的是原料 还没有告诉你时间 对不对 我们这个都要发酱半年半年的时间了 柳姐你知道我们的工厂已经做多久了吗 你是第四代 你是第四代 所以 等一下 所以你是第四代 所以刚刚才会讲说 跟霹雳布袋系 他们第四代 第五代 现在 有没有 才会对应 才会对应 对应起来 对不对 对那我们两个等于 就是他们等于是也是做 做百年的产业吧 那我们也是做百年的产业 所以都是在地出发 都是在地出发的一个 所以这个这个结合也是相当有意思 好珍贵的感觉哦 可是我们现在其实可以期待素环针 还是现在做好了就是素环针 就是这种全豆 黄豆混黑豆 你看我现在脑袋就在想别的 就比如说 如果下一支是素环针的女朋友 我要用什么豆呢 你看 对 那我要先了解他这个人的个性 做什么料理呢 对 是不是 对 是不是 所以这一支酱油 就是说它是属于一个这个 很平衡 然后你要做什么样的风味 都可以 你可以适合这个 这个这个 炒煮 煮 煎炸 什么都可以用 这支就是好的 非常好的酱油 因为其实在市面上 在市面上 如果要用全豆酿造 因为如果是全豆就是纯酿造 然后又没有添加 就等于是没有混 没有添加 然后它等于是也没有夫子嘛 对 也是无夫子 也无夫子 所以很难得对不对 对对对对 所以你事情多了耶 现在不是一支素环针而已 不过我觉得像霹雳布袋系 他们最近这几年的发展也是 他们也都是采用一种多角化经营 让大家都还能见度很高 据我所知 他们现在也在做新的这个规划跟计划 在接下来应该那个各位不管是不是粉 或是本来不是粉的 我觉得应该对他们都会有很大的期待 哎呦你怎么话讲一半 然后呢 然后然后我就不能讲太多 因为这是他们的事情 等一下 副总你有没有很羡慕啊 就比如说一个掌中系 对不对 慢慢慢慢布袋系 然后又变成一种声光效果的东西 其实老实讲都属于传统产业 布袋系也是传统产业 你们家酱油也是传统产业 对 是不是 对所以我觉得说 所以我觉得说像我们自己也是一样 怎么样传统产业 你说做酱油嘛 很多人都觉得说成统产业 我觉得说在我们要怎么样让 要让这个现在的 我自己也要喜欢吗 你看像我刚刚就自己讲 我说哎 那我如果做这个节 我要把这个 这个这个他们的那个 呃 角色跟酱油 那我身为一个消费者 我可能也会因此 本来对这个没有什么喜好的人 也会喜欢他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 现在你说 要怎么样击鼓创新 对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这个 这个 这个做很久 这种产业需要去做的事情 击鼓创新 这句话很好 击鼓创新 我觉得从酱油 从酱油厂 老酱油厂 然后会延伸到这个酱油的美味 直接接到 鳗鱼屋 鳗鱼店 我觉得这招就很新啊 对我来讲 我就觉得跟别人不一样 那个就是希望 呃 我们直接做酱油嘛 那我们希望那个消费者 他可以直接有机会去吃到 用酱油 用好的酱油所做的风味 因为很多的餐厅 其实他都不见得会用真的好酱油 对我们前阵子 其实在那个夜公馆 夜公馆很有名哦 台北的夜公馆 对对对 在那个 夜金明 对 然后跟夜师傅 夜老板 我们在那边办一场那个 霹雳满汉全席 是什么东西 霹雳满汉全席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居然还有霹雳满汉全席哦 休息一下再回来 他用了你什么酱油 只有这一支吗 当然只有这个还有别的 对嘛 不过是以这个为主了 好来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要找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找一下资料 因为这支是很好的酱油 这支是全豆 而且是两种全豆 你先看一下 好来 菜有不一样的吗 一样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菜名 有 好来 还有在卖吗 我们要出 在那边出 随时都可以出 哦 好 这个是跟夜师傅一起开发的 好来 上面的那些都是 素版镇的武功 真的吗 你有没有看到他们的那个 他的名称 他的菜名 等一下你自己念 你把菜单念一遍 哈哈哈哈 这个要 这个要霹雳不带戏迷 看来 看来会疯的 来 好 这段七三中 准备了 三二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玩庄酱油的副总经理 庄伟中 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来给大家介绍他们家 跟着他们家在地产业一样 可长可久发扬光大的霹雳布袋系 一起做联名的素还真英雄酱油 刚刚呢 庄副总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听众朋友 你口水流出来了 对不对 他们跟台北知名的餐厅叫做夜宫馆 一起做了一个霹雳宴 霹雳酱油宴 霹雳酱油宴 我们来给大家念念看 这他的菜色是什么 然后呢 刚刚呢 副总还有偷偷透露 其实这些料理有在卖 可是应该要预订 要预订 对不对 没有那么好做 需要预订 好 是什么菜 是什么菜 我稍微简单念一下 大家听哦 很玄妙 比如说里面有一个前菜 叫狂龙八斩白切鸡 狂龙 怒火烧尽油爆虾 怒火烧尽油爆虾 要生气才可以炒油爆虾 吞日龙吟香薰鱼 吞日龙吟香薰鱼 对这个在前菜 我随便念几个 然后我来念几个 他们的那个 大菜 八卦迷中 他等于是把菜的名字跟霹雳布袋系的一些武功招数都结合在一起 师傅都是素环针的武功 是谁帮你们想的 谁帮你们想的 主要是我们去想出来的 这个好像是素环针会降龙十八掌的意思 对不对 那我们也跟那个叶师傅要怎么样去讨论说我要怎么样结合我们的酱油跟菜 然后把这个他的武功的招式跟他菜的那个内容可以多结合 把它变成一个 好我想要知道金蜜师傅一开始接触了你们这支素环针的英雄酱油 他的讲法是什么 他纯 他说这一支就是一个什么都可以用的酱油 这个是他亲口讲的 你要用这个酱油的话 都合适 什么都可以用 他是非常平衡的酱油 所以我相信他厨房里面不止一支酱油 他里面其实还有他里面只用我们的顶级酱油 他还要用罗宝 所以他本来就是只用你们家吗 他本来的酱油对 可是如果是罗宝的话 因为我们其实上次有请副总 庄副总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大家还记不记得有所谓描述黄豆酱油 黑豆酱油对 黑豆酱油的 黑豆酱油的一个风格跟特性 对不对 对 因为我记得夜宫馆做的是江浙料理 他是护菜为主 上海菜 对 上海然后穿 他穿菜 上海混川菜混台菜 上海加川家台 所以他等于是他就用你们家顶级酱油就很好用 用罗宝 然后他用几个也都是比较高档的 对 可是这支跟之前他所使用的完装 风味又不一样 有用到我们另外一支叫完善 也是很类似的风格 完善 我记得完善跟罗宝这两支 就很顶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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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这个就是可以做出很多不同菜变化了 实在好好玩 你现在要拿出更顶级的给他 他这样子成本可以吗 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讲到这支酱油的价钱 等一下 要讲酱油价钱之前 不可以讲确实要讲多少上下还是多少油找 让大家有一个概念 这一瓶300ml 素环针 素环针英雄酱油 对不对 对 你讲多少上下 让大家乒乓一下 来 那我要讲到他价格了吗 对啊 多少上下 还是多少油找 他就是300 三百上下 三百油找 对 是不是 就是三百 一瓶一瓶一块钱 一瓶一块钱 天哪 这个给做餐厅的人用起来 是比较 太奢侈了 可是哦 那个你看 像叶老板也在用嘛 对 那我相信他是这样认为 就是说其实煮一道菜啊 其实其他食材比较贵 肉啊鱼啊那也比较贵 酱油是调味 他酱油虽然比其他 其他品牌可能会贵 贵了可能几倍吧 几倍 对 可能有几倍吧 可是他却能够大大的 这个这个这个 让这个 这个这道菜有差异化 然后可以表现出 他想要表现的特色 我觉得酱油是一个灵魂啊 如果在调味料里面 酱油比盐更有灵魂 而且酱油的风味 就经过加热之后 跟食材结合 其实也不太一样 所以大家就知道 好酱油拿来烧菜 像那种老人家烧菜 也是就要讲究酱油啊 就是这样子红烧啊 难道还有什么东西 对啊对啊 所以他用到一个 好的酱油 他也不需要 就是他占总食材 成本也不是太高 可是很有风格啊 那所以等于是 你很厉害 等于是完装酱油 跟了霹雳布袋系结合 然后又可以跟餐厅结合 对不对 做出一些 让粉迷很开心的料理 我那一天 也邀请他们霹雳的主管 来吃这个霹雳宴 他一到那边 他都看到这个菜 他说哇 那以后请客 都来这边就好了 郑重人心啊 而且我相信 如果是霹雳粉的话 看到这些菜名 就嗨起来了 这些都是素环针的招式 对不对 对 可是我觉得像这样子的 一个延伸 它可以再往外延伸 就像刚刚我在跟 庄副总讲 我期待一个桌上屏 是素环针 有可能吗 有可能吗 你的意思是说 要长得像这个公仔 一样形状 对啊 就比如说有一个公仔形状 然后他其实 我觉得如果是小孩 不是能讲小孩 我知道霹雳布袋系 有很多粉丝是大人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我那个刘美的同学 也超过50了 好爱看这些 就比如说他会更走进 我们的生活 好可爱 我现在在YouTube直播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开箱的公仔 好可爱 我拿在手上 有人跟我转圈圈了 我们时间到了 真的还假的 对啊 我们可以期待有桌上屏吗 更可爱的 如果我们可以做桌上造型的 酱油屏 可是他这个造型 公的造型就困难了 因为他要灌东西进去 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很困难 我都想很多 因为不光是素环针 搞不好桌上屏 有更多的话题 跟更多的乐趣 他这个真的做得不错 因为要搭配素环针 所以瓶子里要装 很好的酱油 是不是 好 不过我们也期待 有更多的霹雳布袋系的人物 会出现 在完装的酱油里面 让大家一边吃东西 一边可以讨论 一边深化我们台湾固有的东西 跟固有的文化 谢谢庄副总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下次再来玩 拜拜 拜拜 拜拜